他這樣子弄到底意義何在啊 他也要給大家一個辯駁的機會嘛 對不對 就是說 叫我們陳述一下嘛 不然要這樣做也很簡單 我就說我從即日起就通緝習近平 習近平不要被我抓到 習近平你被通緝了 我可以這樣講嗎 我會說要抓你了 對 講一講 大家就開心 就這樣而已啊 那不是一樣 無聊嘛 朱立仁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那個相關的中國對不對 他的法律不急於我們中華民國 對對對 那他不就是那個嗎 對不對 不急於中華民國嘛 他是這樣子嘛 他不存在 對中華民國不存在司法管轄權嘛 這句話就是 囚謀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那請一下那個第五中隊還是那個中國 當然有看到我們報導的麻煩一下 把那個朱立倫對不對 考慮考慮 完蛋了啦 原汁 你們要從黨主席 一滴將都要被抓了 欸 那我們朱立倫幫你講話啊 所以我們要和諧 怎麼一直講話啊 原汁你認為中國 中國對我們中華民國有司法管轄權 他沒有 他沒有 他又一個 又一個 又一個 憲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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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先寄信給我啊 你不在他都可以直接判了 他寄信給你講嘛 但是說他先通知我要審理嘛 那照道理我也可以請律師嘛 那他就要發那個什麼台胞證給我嘛 要讓我入境嘛 然後要公開嘛 然後就是他問我什麼 我回答什麼嘛 這個程序要完成啊 如果他通知我 我沒去 才能通氣啊 這不是就是一般都這樣嗎 那是一般啊 你都沒有 對啊 那是在台灣的狀態啊 不是 你都沒有把我叫去問 你就把我伴 這個全世界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不會害怕 我是不是認真了 你認真了 他太認真了 他還要求人家先寄信通知他耶 還要寄台胞證給他 你想多了 因為你不在他就可以 對 他說沒關係啊 你不用在啊 我們還是可以判啊 剛剛王毅川還在講說什麼 人家要發那個什麼證件給他 哪發那個通知函給他 要不然不知道他住哪什麼地方 怎麼發對不對 你開BMW 人家都跟得到了 白色的 白色的 什麼事 什麼事沒有辦法通知到你 不是 我在說 他這樣子弄到底意義何在啊 他也要給大家一個辯駁的機會嘛 對不對 對 就是說叫我們陳述一下嘛 因為那裡面可能會亂殺無辜啊 搞不好那裡面還有 很支持統一統派的啊 他只是不小心講了一個 中國什麼東西不好 那他也要讓他們答辯一下 不然要這樣問也很簡單啊 我就說我從即日起就通緝習近平 習近平不要被我抓到 習近平你被通緝了 我可以這樣講嗎 王毅川要抓你了 對 講一講 大家就開心 就這樣而已啊 那也不是一樣 無聊嘛 欸 可是毅川你看喔 今天馬辦發言人蕭旭成有出來講話囉 中國懲戒台獨最重判死刑 蕭旭成喊話的對象是賴清德 是你們主席欸 你要回歸一宗憲法啦 不要這樣子 你等一下被人家抓起來 其實我們剛剛這個周軒講說 這個那一天的清鳥行動啊 那個複議案 然後中國的國台辦跟司法部 一起開記者會嘛 其實他們講的內容並沒有新的 他只是把這一些事情 從頭到尾再講一遍 定義說什麼是台獨啊 什麼什麼什麼 講完之後 其實從昨天下午開始 我們一直在等 在中國的這一個協力者 代言人 總代理 我們一直在等看 國民黨的哪一個人 先跳出來 把阿共解釋 朱立倫到現在沒有解釋 立法委員包括月圓茲也沒有解釋 阿共阿共的什麼反分裂國家法 那一些他們的國安法 都沒有人出來解釋 蕭旭成跳出來 蕭旭成就這樣 蕭旭成 現在就是阿共阿講完之後 蕭旭成就跳出來 這個大概把他們 警告賴清德 講了一遍 然後呢 警告賴清德 終於等了一天 我們終於等到了 台灣第一位 幫阿共阿解釋那一個內容 當然的內容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擴大解釋 但是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警告 阿共阿心目中的那一些 所謂的台獨分子 你們要小心了 蕭旭成是跳出來的第一位 對 我覺得這個要注意 就是說因為我們一直在找 是誰是第一個 那這個因為我們一直在擔心 在中國有這個 在台灣有中國的協力者 那蕭旭成現在看起來不太像 因為他好像還沒擴大 擴大去解釋這些事情 可是接下來國民黨任何一個人的發言 大家都要觀察 有沒有去擴大 或者是去解釋 阿共阿昨天 他們司法部定義的那些 連主張台灣 參加國際組織都會被判刑 哇 所以那一天誰會被判 你知道嗎 陳金威跟江啟成 為什麼 他們不是去打招牌嗎 他們跑去WHA 對 他們不是拿了一個牌子嗎 對 那個是主權國家可以參加的 阿共也不讓我們參加 江啟成 陳金威你們剩下的你們 你們要緊的 彩到他們的紅線了 黃基隆小林了 還有反攻大陸 對 那是武裝暴力問題 武裝暴力問題 那還有朱立倫 我們那邊加碼 加碼據名檢舉朱立倫這樣子 因為它裡面第四條有規定 利用詮釋在新聞傳媒等領域大肆歪曲 篡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或者打壓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的個人 其他圖謀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為 朱立倫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這個相關的中國對不對 它的法律不急於我們中華民國 對對對 那它不就是那個嗎 對不對 不急於中華民國嘛 它是這樣子嘛 它不存在 對中華民國不存在司法管轄權嘛 所以朱立倫說 對中華民國沒有任何司法管轄權 對 它沒有司法管轄權 光這句話 這句話就顯 圖謀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那請一下那個第五中隊 還是那個中國 當然有看到我們報導的麻煩一下 把那個朱立倫對不對 考慮考慮 考慮協議名單 而且朱立倫不只這句話犯法 犯中國的法之外 他還稱讚翁曉林 正義之聲 所以 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 也是要反攻大陸 完蛋了啦 原汁 你們要從黨主席 一筆將都要被抓了 那我們朱立倫幫你講話 所以我們要合憲 一起抓啊 那原汁你認為 中國對我們中華民國有釋放關轄權 他沒有 他又一個 又一個 憲情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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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來 所以昨天第一時間我看到這個我就沒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我想說 蛤 就是講這個道理你知道什麼執事嗎 你都沒有意識到國民黨違法了吧 蛤 你都沒有意識到國民黨違了中國的法 那為什麼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而且那時候中共 我就覺得他做一些事情真的很奇怪 那時候不是點了五個人嗎 包括什麼余北辰啊 王英川什麼之類 我看王英川好像很興奮欸 然後通告變多 然後那 人家本來更多 最激度的吧 不是 有一天下午啊 在錄影啊 因為王英川就在走廊上被遇到說 你要不要進來講五分鐘 然後講完之後又跑掉 然後還接受勳章 所以今天如果又被說 講得更嚴重 然後王英川就更高興 你看 嘴巴就閉不起來 那你現在要被抓了 你也有勳章 你開不開心 高不高興 我沒有 心不興奮 我沒有沒有 抓他就好 抓他就好 獵狐行動啟動 然後王英川 所以我 所以我真的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說 這個 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 希望找到什麼效果啦 我真的滿好奇的 許謙惠不要笑那麼高興 你跟王瑞德一樣 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人家在這個 辦法當中 可以把台灣一大票的人文 社會科學教師或 媒體記者 通通當成罪犯 你們兩個 我跟你講 相信讓我們 國民黨有一排啦 好不好 國民黨先一排 先那個 若財輪到我們兩個好不好 但是你們的 在寫這個評論 或者是製作節目 或者是等等的新聞報導 對 有涉及的話 很容易就踩了 很容易踩線 可是像我的話 我就要支持啊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我們是台灣 不是中國啊 像我就支持他們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你看怕不怕 王瑞德什麼怕 我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因為我們是台灣 我們是中華民國 台灣我們不是中國啊 對不對 還有國民黨這些人說 我們這個世界上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在騙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國啦 因為翁曉玲 說我就是比你大怎樣 而且呢 要反攻大陸 朱立倫是有肯定的 他鼓勵為正義發生 所以當黨主席都這樣子肯定 這是正義 我們要反攻大陸了 然後又有一個小蘭 對 白的小蘭叫的話 哇 那所以民眾黨也要反攻大陸 瑞德 我們大家到底什麼時候要反攻啊 提起 先稍微告訴一下好不好 這很敏感 你現在一講的話 民眾黨這些人 全部被中國直接在異地起訴 你可以請律師 但是我會判死心 變成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他哪敢反攻啊 那麼 我有點不解就是 如果按照中共手連手公布的話 那翁曉玲應該是頭號啊 你知道嗎 對 翁曉玲不是說要反攻啊 對不對 所以變成頭號嘛 那麼其實剛剛 你人是一直在偷笑 你也贊成抓翁曉玲 我告訴你 今天連中國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都饒上了 為什麼 他說 他說中華民國起 什麼什麼什麼挖鉤 變成這個樣子嘛 國民黨的這些人 包括王宏偉也是 他們也是講說 他們的這個等於說管轄 不急於我們的中華民國嘛 這些 昨天你仔細看 法理台獨也算啊 法理台獨就中華民國啦 你講中華民國 你就是台獨啊 我想坦白的嘛 那事實上 我跟大家講啦 糟糕了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地球 在攝影棚裡面 公開通緝外星人一樣嘛 對不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外星人跟你講 如果你 如果 你這個等於說存在的話 我在這裡直接告訴你 你被我們通緝了 但是你可以不要在地球 你可以請律師 那不是很好笑嗎 王宏偉已經笑到了 笑到黑咕啊 坦白 那不是很可笑 你會覺得很可笑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麼現在還有人講說 被點名的那幾個人 大家現在搓在等了 有會不會 還有沒有這個問題啦 不會去你中國 不會去你香港 澳門 不會去啦 這樣坦白的嘛 你是自爽而已嘛 那麼 好 但是我告訴各位啦 但是問題就來了啦 民眾黨他在觀望 柯文則發現 如果繼續讓黃國昌 跟著胡昆吉走 他就聚聚了 所以就看完一下說 不是有什麼青鳥 南鳥 現在變白雞 你知道 白雞 什麼啦 難聽欸 雞 雞吐同龍的雞 你想到哪裡去了 不是ABCD那個雞就對了啦 好 那問題就來了 他真的會聚聚啊 所以他開始 你講兩次了嘛 柯文就講兩次了 賴清德民進黨都不來談 他一直在講說 那你趕快來談 變成這個樣 他很急啦 如果被化成小蘭 他巴西等於廢物 沒用的巴西